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柱 歡迎回到MOTOBYE頻道 大家知道我們最近買了兩台6代近戰 也做了很多改裝6代近戰的影片 目前我的車已經改到輪框疊盤 下一步將針對原廠的懸吊去做優化 在我們做改裝影片的同時 我也做了不少改裝品的功課 我們在這裡發現NCY跟漁網不同 它不是從剎車系統去切入這台新車 而是選擇從動物系統開始推出產品 那我們今天來到台南的NCY的本部 我們來看看他們這次針對6代近戰 推出的改裝傳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吧 走 好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NCY的研發工程師漢婷 來給我們介紹一下 NCY目前針對6代近戰已經做好哪些產品 那我們請漢婷 我們針對刷車系統的部分有做N20的浮動碟盤 然後Yamaha車系的那個ABS讀取盤 然後有那個對視卡座 然後車上這支卡鉗是我們很喜歡的CNC卡鉗的 CNC卡鉗這次有推兩個顏色嗎 對 它有黑色跟陰陽炭兩種顏色 OK好 那我們後面的部分呢 後面的部分我們也有提供黑旋風的固定點 當然這支車上是一樣的 所以跟實際的量產品都不一樣 然後跟螃蟹卡座 所以碟盤就是一樣也是230mm 沒有 需要240mm 240 對 隨著有加大到240 對 沒有錯 OK 那今天的重頭戲 NCY這次也做的傳統 對 沒有錯 我們這次開發包括了普利盤 飛盤 然後網工鋁合器 甚至鋁合金的開P盤 我們都有做開發 了解 那這次為什麼會這麼快就有 這樣這些樣品 是因為它跟東南亞某些車是雷同的嗎 對 因為這是算Yamaha型世代的引擎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本身有開發經驗 然後我們就趕快就是用經驗去進行開發 了解 好 那我們趕快去馬來機看看它的性能差異吧 好 沒有問題 看你我們這樣測出來的全焰廠室它的數據是怎麼樣 全焰廠室大約就有4匹馬力左右 對 然後扭力的話我們直接看比較快 好 扭力的話是大概在0.39公斤吧 了解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其實在扭力的變化上 它也是低速一個峰值 然後高速有一個峰值嘛 對 就是這一款新引擎 它有那個EVA可變式氣門的特性 特性 很明顯也是有兩個扭力的峰值 對 沒錯 好 了解 那我們換完你們NCY的傳動之後 全組的變化怎麼樣 換完之後第一 我們的出力點提早 我們在時速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出力點就出來了 因為說真的這台車就是它 因為VVA可變式氣門的關係 所以它在我們看原廠的馬力曲線 它在VVA打開之前 它的馬力是偏低的 大概時速75之後才又有一個峰值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個點提前了 然後提前之後我們這樣子下去做騎乘的話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騎乘感受這樣 所以我看得出來馬力圖上 就是從時速30之後達到馬力峰值 然後到時速40到890這一段 它其實馬力平原還蠻漂亮的 對 它是基本上它是出於 維持然後漸漸減弱的狀態 了解 所以在低速的時候 它最大馬力的落差 可以達到將近1.3多快1.4 馬力的落差 9.4匹跟創完傳動10.81 那落差真的是蠻明顯的 大約是落差1.4匹左右 了解 那真的期待NCY趕快寄測視頻給我們來玩看看 那我們今天測完 沒想到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NCY就已經打造出設定這麼輕良的優化傳動 那我們稍後再麻煩漢廷 帶我們去他們的研發辦公室 帶我們看一下這個設計圖面 到底六代竟然它的盤面有沒有比過去的還要大 還是說它的哪邊設計有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們待會看設計圖面來瞭解 好 OK 所以現在就我們跟NCY趕快訪問的結果 他告訴我們他們在傳動部分會有四個檢驗項目 第一個就是材質的部分他們會做普提盤的硬度測試 那再來就是像普提盤中心控的索布壓力測試 那再來就是網工離合器的動平衡的測試 跟離合器結合的測試 這是四個項目 再來就是最後他們實際樣品出來之後 量產品也會去做實配 最後做性能確認 這就是他們主要生產流程的五大項目 那我們先聊一下前普提盤組的部分 所以我們光視覺就很明顯看得出來 原廠六代競爭的盤子 對 跟NCY的盤子 大家露眼就直接可以看出來 尺寸差 我們剛剛看原廠是 120 130 130 然後 NCY的是140 多了10mm 對 OK 所以你們在這設計裡面其實就是把原廠的 變速範圍在變大 對 然後 轉速在那邊 變速的時候更順暢 對 沒錯 OK 好 那我們看到圖盤部分 環面變大了 OK 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這也是很明顯看得出差異了 這次這個 這算鍛造的 對 鍛造 錨鴨的台幣盤 鍛造 大家可以看這邊 它後面這邊是錨鴨的 特殊 那它盤組就是上下盤都是斷到出來的 對 沒錯 OK 那這次特別 這是外觀上的設計嗎 讓它盤面變成閃亮亮 對 沒錯 就是直接把它做成雙色這樣 OK 那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重量 這身NCY的6代的鍛造開域 大概是957.5 957.5 對 原廠 1350 喔 差了400克 對 差了400克 對 那剛才還有一個重量 原廠就是直勾嘛 那你們這一次 我們這次做6公斤 6公斤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兩個角度 可以隨自己的使用習慣去設定傳動 好像還有一個東西對不對 這組傳動發揮組是現在是搭配我們N20的那個專利室的後區 N20 它的專利室是指散熱的部分嗎 對沒錯 我們多了散熱器的設計 然後 大家可以看 然後體片這邊有導風調的設計 所以它在接合的時候這邊的溫度會這麼高 對沒錯 另外我們還有針對就是 每個車種習慣 它這也是可以有兩種重量下去做配重的 兩種重量 對 目前這個是輕量化 OK 所以就是有兩種規格是可以選擇的 對沒錯 OK 如果需要的話就是另外做購買的 現在這個是屬於輕量化的部分 好的 然後網工化目前是說比較新的造型是其實這樣 OK 所以我們剛剛馬力氣測的時候我們還插1.4G 就是整套的上去 對沒錯 好 那我們替大家複習一下三個的特色 第一個 如果單換苦力盤組的時候是 變速換的變多 地帶可以跑的更上面 對 變速比較直接 換 鍛造開閉盤的時候是後組會變更輕 差400多公克 對 然後它有兩個取構可以選擇 這可以隨大家未來在調整改裝的時候有更多的選擇 再來 另外一些部分有專利的導光設計 對 然後這比較散熱的塗裝嘛 對 好 OK 那 原裝今天就看到就要玩一口氣淋出三種 還不錯 1.4 1.3多1.4P的差異 對 其實蠻顯著的 好 那就期待你們再提供正式的樣品 讓我們來玩看看 好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NCY的六代金站傳動 那我們關於產品銷售的部分 我們邀請到NCY的業務小兵 來跟我們分享NCY關於六代金站的傳動有哪些產品 以及它的售價是怎麼樣 邀請小兵 哈囉 大家好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在販售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分全驅動套運主機 後驅動套運主機 還有我們單部分的鋁魚金開閉盤 那售價供訂部分的話 我們全驅動套運主機 售價是2,800 那我們後驅動主的部分的話 是2,600 開閉盤的部分是4,000 那5以上所有這些都是不好的 一些技術調整工資及安裝工資的部分 了解 那小兵現在是所有的六代金站產品 都在通路有獻貨了嗎 是 但我們的各大經銷商 其實他們都一定有小量的獻貨 了解 那所有對於六代金站有興趣的朋友們 想要改這個1.3MP提升的傳動 NCY的通路箱都有獻貨囉 那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去NCY的官網查詢他們的經銷通路的資訊 也都可以去他們的經銷商了解一下 那以上就是我們關於 六代金站NCY的傳動報導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大豬 大家下次見 - 請訂閱唷 掰掰 - 請 revolt - 請 - 請